现代饮食下不论是经常外食或是烹调方式的改变 国民经常不小心摄取到多余的油脂 或是不好的油脂 也因此不少报道建议要少吃油 更有人例行小油饮食法 但有少吃就对了吗 今天就要来告诉你 人体到底需要摄取什么样的好油 什么叫做好油脂 以及如何从天然食物中摄取到 人体中需要什么好油脂 油我们一般除了是料理中不可能或缺的原料 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燃料 那一般我们在健康饮食中常常会建议说 我们要摄取一个好的油脂 通常我们就说要摄取健康的脂肪酸 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 那Omega 3里面大概有包含两种 我们常见的一个是EPA 一个是DHA EPA可以提升身体代谢 促进循环调整体质 DHA的话则可以帮助我们尽量有神 失序清晰 所以不管大人或是小孩 可能都要注意自己的摄取量是不是充足 如何从天然食物中摄取到Omega 3 其实像天然食物中 包含我们说深色的蔬菜 花椰菜 或是说像深海鱼 鲑鱼琴鱼这些种子类的核桃或亚麻仁 其实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Omega 3 现代生活常常都是外食居多 饮食的内容比较偏稀化的饮食 摄取上常常造成Omega 3跟Omega 6比例上比较失衡 就要额外再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 像是鱼油这些 针对不同族群该如何挑选鱼油 针对经常应从的上班族 以及长者的日常生活保健需求 这时可能会需要强化保养 建议我们在选择鱼油上 在EPA与DHA比例上 EPA要多一点 像EPA比DHA可能3比2 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调理体质 针对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保健 或是备孕中的妈咪 或是我们学习中的这些学生族群 可能需要去提升一些学习力专注力 或是我们平常在使用这些3C产品的时间也比较长的时候 需要去选择一个均衡比例的这些鱼油产品 EHA比EPA大概是1比1的这个比例 帮助我们精量有神 思绪清晰 在补充这些鱼油产品的时候 其实蛮重要一点 需要去选择国际品盘的认证 在原料跟制程上 它的安全性会是比较足够的 那另外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给家中的小朋友 小孩去做补充的时候 有一些迷你胶囊的设计的时候 可能在吞咽上面也是会比较方便的 也比较能够让家中的小朋友 提升健康的效果 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维持健康的秘诀 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抽烟喝酒 规律运动 平常的饮食是不是均衡 如果没办法达到均衡饮食的话 我们可能就适时去挑选一些 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品 来做一个适时的补充 对我们的健康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纽翠来鱼油为台湾销售第一鱼油品牌 坚持为消费者把关 萃取天然油脂的步骤 鱼油制成层层把关 全程追溯至鱼场源头 每一颗鱼油皆严选 自纯净海域中小型鱼种 坚持亲手为最高品质把关 只为提供最安心选择的好油 请不吝点赞订阅